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由安乐居呈现的《北老80》 今天请来安乐居医疗总监 吕耳斌医生上来和我们聊天 吕耳斌医生 你好 你好 李宗盛 首先讲讲今天的节目有什么内容 什么是全国长者全面护理计划协会的周年盛事 以及这个协会究竟是做什么 当然了 究竟这个全国长者全面计划是什么 一旦又会详细讲讲 其实跟我们安乐居都息息相关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帮助长者的服务 稍后李宗盛就会和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首先我想讲讲究竟长者全面护理计划是什么 全面护理计划就是我们安乐居创作这个计划 将这个普通我们想的健康医疗服务 再加上那些长期性的照顾 那些长期性的照顾 将两样加起来 我们就知道有证据 他会跟良好地服务去照顾长者 尤其是长者比较复杂一些 因为长者到某一个阶段 有很多都会说是神智上 或者行动上 或者是他身体上很复杂 需要多些服务和照顾 有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些照顾的话 可能需要住一些疗养院 我们这个计划就有办法 可以支持长者和他家人 让他可以继续在家里健康地生活 例如说除了医疗服务之外 例如去活动中心 交通上的帮助 饮用上的帮助 家庭互利 当然其他任何他们需要的 总之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 他每个人就会设计 他自己一个照顾他的计划 那个care plan 我们创造了这个全面互利计划 来源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七一年时开始创造 是的 有些人也叫做 这个名字叫做全面互利计划 是吗 掌者互利计划 有些人也叫做一条龙的服务 或者是一站式的服务 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 让别人容易知道 究竟这个服务是什么 大家可能有时都会看到 我们写着 On-Log PACE PACE 其实就是这个计划 是的 当然了 刚才你提到 有些长者 可能是 複杂也好 或者需要多些支持 或者帮助也好 其实 究竟长者来说 有什么服务 或者需要 给普通的长者 像我们这些计划 基本上我们每个人 日常生活 最基本的 需要 吃东西 穿衣 去洗手间 清洁 那些日常生活 是否需要做 但某些长者 因为不同的原因 例如行动上的困难 智能上的衰退 既成不好 就变成了有困难 有困难时 当然 例如家人 如果要上班 大多数要上班 如何去照顾他 刚才我说 如果有些服务 适当的服务 可以继续在家里 例如家人 不用太担心 为什么呢 例如我们的服务 可以日常 有车泥送他 去中心 中心也有活动 也可以吃饭 有需要见物理治疗师 做什么运动 保持行动上的功能 有需要看牙医 什么也好 在中心里 刚才你所说 一条龙服务 所以家人不用担心 因为安排了 可以送他到家里 例如家人放工时 可以在家里 可以继续照顾他 例如有时候 除了中心之外 例如他每天需要几个小时 或之内 以家庭需要 去人上班服务 对不对 亦可以有这样的需要事 亦可以安排到 这个全面就是 看看他每个人的需要 即是他可以 托身地去 托身托心地去 看看他的需要是怎样 可以提供 很多比较传统的医劳系统 通常是去诊所 或是很多东西 都可以分开 家人有很多安排 例如看专科要去这儿 要去物理治疗 又去这儿 但因为他是一条龙 这样的服务 就方便很多 所以这些安排 这些服务 可以让家人放心很多 最重要的是 他们可以继续留在家里生活 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 尽量用这些计划 保持住他的身体 不要再衰退下去 这么快 人年纪大 当然会有病痛 但如何可以保持住他的身体 或者让他 不要这么快衰退下去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 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就是如何可以帮助长者 我们现在 其实不如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就会说说 究竟这个 全国长者全面计划协会 是做些什么 一会儿再经 好 继续回来 由安乐居呈现的 北老八十 今天很高兴 请到安乐居的医疗总监 吕耳斌医生 上来和我们聊一聊 吕耳斌医生继续 好 刚才我们一开始 其实今天一个话题 就是一个叫做 全国长者全面护理计划协会 其实 这个协会就很久了 亦都是 因为有这个全面护理计划 才开始有这个协会 当然 我自己说一点 我自己知道的事情给你听 因为我上年都有去他们的联会 当时见到我们的前辈 有一位同事 在我们公司工作了很多年 当时他说 刚刚开始 因为你知道 全面长者护理计划 是我们安乐开始的 在1971年 他说刚刚开协会 安乐也是其中一份子 当时是一台坐垢 可能只有几个人 一围已经是这么多 但上年我去过联会 那时是非常多人的 是包了一间酒店里面 我也不知道有几百人 所以是发展得很快 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 就是证明到 其实现在真的很多老人家 是需要这方面的照顾 这方面好像是全面长者护理计划 不如 李医生 我知道你给我更加清楚这方面的资料 究竟 这个叫做 National Pace Association 全国长者全面护理计划协会 是什么来与何时成立的 这个组织是90年代当时成立 刚才我说的 我们安乐局71年创办之后 80年代 就和政府一起合作做一些研究 让他们证实这个计划 这个模特是有效的 如何有效呢 除了刚才我说过 如何照顾那些长者 可以讲做让他们有选择 不用一定说照着疗养院 让他们自己可以生活 他们想做生活的方法 之外 亦都知道会减低住院的住院率 也可以减低急症室的率 也可以减低憂鬱症 有很多证据 知道这个模特是有效的 有效之后 90年代 和政府一起 变成了正式成立 法律上承认这个计划 即是红蓝白卡 白卡那些会支持 会支持这个计划 90年代 因为知道有效 当然是想扩展 让更多长者可以受益 所以这个协会的目标 就是提倡这个计划 除了让他们帮助扩展 让多些人知道 因为扩展也需要知道 那些计划 有新计划 要知道它的质素 一定要仍然可以保持质素 所以这个协会大致上 就是扩展 多些长者可以受益 亦都等这些不同的新的组织 继续有高质素地 继续为长者服务 现在就由当时1971年 安乐居第一创办人之后 现在美国大约有33个州 加上哥伦比亚区 是有这些长者全面狐狸计划的组织 应该有超过大约171个组织 有300个全面狐狸计划中心 现在大约有8万个长者 在全国为他们服务 很厉害 8万个 亦都抗战了很多 这8万长者 刚才我说 若没有这个计划 可能大部分没有什么选择 或者需要住疗养院 但我们知道 大多数长者 都是想继续在自己的家里住 跟家人在一起 但他们需要这种全面狐狸计划 让他们受到他们需要的支持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你说到 譬如每一年都有一个年会 大家集合在一起 可能是谈谈 究竟如何可以帮助多些老人家 以及有什么改善 这个很重要的 其实每一个业务都是 你继续这样做下去 但你不与时并进 或者不去改善 其实到最后只会退步 反而这个是一个 大家坐在一起去谈谈 究竟大家有什么能帮到大家 我自己去过 呂医生你也去过 其实大家都真的很开放地 分享大家一些有什么成功 有什么不成功 有什么大家可以尝试 其实这个 到最终大家的目标 都是希望可以帮助长者 主要是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 例如某一个组织做得好 我在这里学习 或者有什么我们做得到 觉得是有时势的 又是跟你分享 让他们学习 我们的目标 我们都是这样 都是为长者服务 让他们有选择 让他们可以健康地 继续在他们家里做 他们想去生活的方法 其实我自己在安乐居 做事已经十几年了 其实由十几年前到现在 其实那个概念 大概的意念是一样的 有些真的全面性的服务 如何可以帮助长者 刚才我们说过一些 一站职的服务 但其实时间过了这么久 有些事情其实慢慢 就是改善得更加好 有些可能有些事情 如果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做 会更加可以方便到会员 或者令到他们 更加有在身体上 或者其他上面的改善 你看到这么多年以来 都会改变了 但改变得来 最终的概念是没有变 就是全面性 一站式的服务 如何可以帮助长者 这个也是很靠很多不同的 全国那么多的机构 刚才你提过 就是171个机构 成立了现在差不多是300个中心 他们慢慢的经验加在一起 其实每个地方都不同 是有不同的 因为例如你在城市 和一些比较郊外的 可能方法又不同 所以美国这么大 50个州都是有分别的 语言也是 比如我去联会的时候 看一些大城市 例如罗省 可能有些要注重中文 或者西班牙话 一定 但有一些州份 有些城市 可能另外一些语言 或者只是英文 其实都有分别 就算我们在安乐居 我们现在安乐居 去到时就是三藩市 开始创办之后 我们现在在Santa Clara 即是南湾 东湾 亦都有扩展 也都像你所说 但是再看它的需要 多了很多不同的语言 语言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当然有很多 很多是说广东话 国语 但是我们扩展 现在有越南文 也有很多 长者是说越南文 西班牙话 韩文 韩文 印度话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语言 其实都是市场的需要 可以这么说 社区的需要 社区的需要 这段时间休息 稍后回来讲一讲 其实这个月 就是这个叫做 全国长者全面护理计划 协会月 现在回来再讲一讲 是什么 好 好 继续回来 《不老八十》 其实PACE计划 即是全面长者计划 现在全国性 如果在 健康科学行业里面 其实很多人都很熟悉 很多人都觉得 如果讲起长者服务 很多人都很推送服务 给一些有需要的长者 现在慢慢普及化了 很多普通的市民 例如我們在傳媒或外展工作 多了很多人熟悉 他們成立了一個協會 這個協會計劃也有一個月 專門表揚這個服務 其實九月就是 可以跟大家說一說嗎 剛才你所說 我們有一個機會 可以每年去慶祝 以及剛才你所說 我們會開會 這個會是十月份 但我們都是大家聚集 一起互相學習 亦有一個機會 等我可以像今天跟你聊天 亦有機會說一下 我們這個計劃 繼續等它可以擴展 可以宣揚 今年的主題就是簡化生活 其實剛才我所說 簡化生活怎樣呢 讓你家人長者 可以多些支持 因為我們這個醫療系統 在美國真的太複雜了 很多分裂了 如果去甲政室有不同的醫生 去醫院又有很多不同的醫生 去醫療院又有不同的醫生 變成沒有甚麼聯繫 但我們這個計劃 雖然我們是住院時 當然有住院的醫生 但我們的主診醫生一個例子 以及整隊IDT 即是整隊健康護理隊 會跟著的 怎樣跟著呢 會跟住院的主診醫生聯絡 了解情況是怎樣 開始計劃 如果說出院時 需要有些療養院 暫時或者出院時 或者回家要多些家庭護理的終點 早先做計劃 一直跟著 變成不會斷了的服務 例如去到療養院時 我們的主診醫生 也會跟著去到療養院 去看長者 會照顧他 除了急症室和住院之外 我們一直都跟著 所以有不同的 一個旅程 一個長者 健康上的需要 有時候在不同的地方 是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我們都會跟著 這個人會跟著他 去照顧他 去了解他的需要 當然我剛才說了很多安排的需要 是否一個普通來說 如果不是長者會理計劃 很多時候 譬如說 看完主診醫生 或者他說要你做這五件事 可能要你去安排 要去看這兩個專科 你自己約時間 要自己約時間 要自己安排 可能有時候有些宴疏的事 也需要去 那時候搞到一頭煙 因為很複雜 有些又要拿什麼 醫療機器 即吸氧器的機器 有些又很多不同的東西 又要去跟進 又要跟那間公司聯絡 其實如果長者來說 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複雜 就是因為你去看醫生 其實你不只是看一個醫生 有時生活是非常不簡化 是的 我自己也有 我媽媽 我也是要跟她 一樣是這樣 我也一樣要跟她打電話 做她安排 所以我一樣都是 各位一樣都了解 她為一個長者 她需要得到她的健康 所以要做她的服務 不容易 所以我們整個醫療隊 長者全面活力計劃 可以幫長者或家人 做這些安排 還要專業地 還有她也不需要擔心 這個現所方面 因為她若果成為會員時 那些東西全部都會 搞定 簡化 所以這個簡化生活 這個主題 其實就是 形容我們這個 全面活力計劃的好處 你說得很對 雷醫生 我發覺 現在特別的東西 好像越來越複雜化 雖然科技先進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 手續是越來越繁多 尤其是長者 就算她們自己選現所也好 健康保險等等 都是複雜很多 簡直 一個普通人都未必看得明白 何況你還要有些長者 可能她們 有時看東西看得不太好 了解事物未必那麼清楚 有些解釋後 其實她都蒙茶茶 有時有些 可能她們 解釋得真的不太清楚 或者有些事情 她又沒有說得清楚 給長者聽的話 其實都很危險 所以如果簡化一點的生活 讓她們容易 直接 渺解自己需要些什麼 有人幫她安排 這樣就真的好很多 是的 因為現代生活 就是越來越忙 雖然像你所說 有些什麼科技 但似乎科技 不是令到我們多一些空間 和時間 所以很多時候 長者 因為剛才像你所說 她很多時候需要 家人幫助她問 幫助她辦事 有時有些長者 有些自己都會做到一些 但都要花很多時間 有時複雜 和浪費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這個計劃 是可以把很多這些 幫助家人可以做到 還有家人有時都需要幫助她 是的 可以幫助到 比較忙碌 還有很多事情要兼顧 支持長者 支持家人 沒錯 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很重要 幸好每一年都有一個 叫做National PACE Month 大家可以做這個PACE Program的人 大家可以提醒自己 我們怎樣幫助到長者 還有其實有很多宣傳 在這個PACE Month 很多市民都會看到一些宣傳 關於我們全面長者護理 如何幫助長者 其實也要提醒大家 你們的服務 都會有其他不同的選擇 這也是其中一個選擇 好 今天多謝呂醫生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聊天 好 多謝呂醫生 今天講這個題目 就是最終都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全面長者護理計劃 在美國已經是這麼多年了 也都是由以前的可能 只有一兩個中心 到現在300個中心 非常厲害 其實很榮幸在安樂區裏面做事 因為在這麼多年前 做了一個這麼好的計劃 到現在是全獲勝 你記得第一個中心 就是在我們三藩市的唐人頭開始 剛才呂醫生也解釋了很多 給大家聽 究竟全面長者護理計劃是甚麼 譬如是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有接送服務 送餐服務 家居護理服務 包括醫療、藥物 又或者是家居護理服務等等 很多人可能說完之後就會忘記了 究竟安樂區全面長者護理計劃是甚麼 其實很簡單可以明白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就是看看名字 安樂區全面長者護理計劃 說明是全面 即是全部包了所有服務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不勞八十》